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我们已经看到 愚学的宗教化问题 我们一直说 愚家学问是一种 是一种政治学问 或者是一种管理人的学问 所以这种学问 本来跟宗教没关系 本来跟宗教没关系 所以马西沙先生 马西沙先生是个老师 所以举了老师的指示 他说愚学不是宗教 正是他过分注重社会政治观念 和伦理观念 使得传统的旧愚学走向末路 即是在泰国重视这件事的时候 他反而在这方面找不到出路 出现了新愚学 新愚学是强大的宗教思潮的影响 他说明了愚学只有更贴近人的精神世界 并部分进入了信仰主义的领域 只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 他说的所谓新愚学是什么时候的新愚学呢 是宗代开始的新愚学 宗代的愚学和传统的愚学 有很大的改变 因为宗代的愚学 是开始成了我们所说的三教合一 三教并尊 宗代的愚学 将道教的一些阴阳的观念 将佛教的禅忠观念 放入了愚学里面 使得愚学本身不单只去讲求我们如何为人服务 而是说这种为人服务 是有宗教的价值的 是跟我们传统的三不留结合在一起 立功立言乐得 这个会使得一个人走向永恒 这个就是所谓的愚学里面所说的成性 以前我们只有孔子一个圣人 但是在新愚学之后 我们出现新的圣人 我们将一个从孔子一直撒到寒雨 然后去到朱熙 这一班都成为圣人 这个其实就是人人可以成佛的观念 大家都可以成圣 只要我们贯彻 贯彻这些愚学的一些价值 我们可以成圣 我们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圣人 其实这个是将它结合在一起的 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老师就讲到这件事情 所谓宋明理学是愚学 日益宗教化的产物 所以这个是不过分的 特别是陆黄心学 将人的主观意识绝对化 陆黄心学就是 王阳明的心学 其实最重要是王阳明的心学 王阳明的心学 其实是满街都是圣人的心学 其实满街都是佛 完全禅宗的观念 有内单度的影响 因为它是在世为人服务 是一种修行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所以这些使徒愚学 就进入了一个宗教的领域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 很重要的开始 因为当在宋明开始 将我们的愚学 带入了宗教领域之后 到了清末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利用宗教的观念 将当时的现实问题 就是这群读书人的出路去解决 这是当时谁提出的 就是康有为提出的 康有为大家都熟了 因为应该稍稍读中国历史都知道 我们有一个百日为生 百日为生 百日为生就是这位 康南海去做的 他是我们广东人 所以我们是予有荣烟 因为康先生是我们广东的同胞 他应该说他的遭遇 大家都知道 他是曾经供车上书 要求改革 而且主导了一个百日为生 当然这个百日为生 可能某个角度说 现在我们去总体评价 他可能是一个震动疗法 百日的震荡 是使得摇动了清朝的统治根本 但是他自己是失败的 因为逢这些震荡疗法 也不久 持续一百日 对国家相军动骨 但是他也持续一百日 在康熙的支持下 在江水的支持下 最后慈禧太后 就打巴她 就完结了这件事 他就仓皇逃离 仓皇逃离 去日本 其实他的逃亡的路线 先去天津 在天津出海来到香港 所以他在香港是有关系的 也是香港所有恐教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离过香港 和香港人有所接触 他当百日为生失败之后 他在外国做什么呢 他成立了所谓保皇派 常常拿着江水的伊大照 江水亲笔写给他的 这种怎样 然后先去联络 为保皇派囚集资金 要求保皇复国 这是他的政治上的问题 但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是首个提出恐教的人 即是他看得到 即是我们余教 或者余教的宗教的性质 然后先提倡去建设一个 和余教有关的宗教 这个宗教就叫孔教 连孔教这个名字都是他定的 所以我们说孔教 孔教和中国历史是很有关系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提出的人就是他 提出的人就是他 其实在之前 他已经提出过 建设孔教的想法 在1896年1月 他自己在强学报 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叫 《毁淫治耳尊孔子乙》 1月发表这篇文章 2月我们香港就转载 这个很重要 因为香港这一班人 和康有为之间 是有密切的联系 是有密切的联系 因为康有为 他来过香港 他未去公车上书的时候 就来过香港 他对于香港 他觉得是很好的 他觉得香港秩序是很好的 屋舍是很好的 管理得很好的 然后他有个结论 那个结论就是 我们以前说 英国人是婴儿 他说别人不是那么简单 看他们管理 香港这个城市的水平 就已经知道 英国人是比较先进的文化 因为这个是相对于 我们自己城市的管理 因为我们中国的城市 大就大了 但是乱七八糟 当时基本上 我们看到一些报道 连北京也是臭的 整个北京是臭的 因为等于现在印度 那些随地带小便 是经常出现 但是香港当时 给他们的印象 就很深刻 所以落差大 他才觉得香港很坚 所以很多时候 他在香港买了很多书 也和香港人 有很深的关系 又建立了 在文化上的一个联系 他一月发表的文章 二月就在香港登 所以大家看看 在香港的推动的时候 他也是强调 要开文字 就必须要兴训学校 兴训学校 就要定个方向 定个方向 就要尊孔子 他也是提倡尊孔的 即使我们 我们的学校 走向专业教育 技能教育 但是我们依然要尊孔 我们依然要尊孔 但是他说到 我们如何尊孔 他说 今而继孔子之志 尊孔子之志 凡国淫事 识为焚毁 即海内感应勸世之文 歌谣小事之书 皆以缓孔子之经义 明孔子之大道为主 为者以淫书论 所以一天下之耳目 定天下之心志 使人知孔子之明 求孔子之实 则四千年的种族 二千年的性格 或有赖言 他提出的是一个很过激的言论 那个过激的言论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要尊孔 尊孔子是什么呢 所有的淫事 他的淫事是很多的 我们说淫事 这个是在以前传统社会 朝廷对于那些 不在朝廷的事典里面 即是说是朝廷所批准的 那些所信仰的神灵里面 全部属于淫事 所以淫不是淫荡的人 而是淫者多亚 多出来的 非在事典里面 那些败祭 那些全部都是 他认为应该掃除 要将这些人事 变成尊孔子 即是变成孔庙 即是收光民间的 拜祭其他神灵的庙宇 来建立孔庙 所有的 所谓的劝世感应文章 因为我们那时候 已经出了很多先佛的 一些扶基的书 或者历代的 有一些关于我们 如何劝世的 劝世的善书 这些文章 他说 所有里面 如果没有谈到 没有谈到 我们 恐教 或者我们的 传统的学问 传统的道德 都烧掉了 这些是一些 很过激的言论 当然 我可以这样说 因为尤教授 就是专门研究善书 所有善书 都是瑜伽的 即是他用 道教的方式 用佛教的方式 来做 但是所说的 那些内容 特别在道德的层面 基本上是瑜伽的层面 这是我们善书的特点 所以我们反过来说 我们所有的善书 就是利用神灵 为我们善书的道德背书 即是我们女祖 也肯定孔子的 这些论体道德是好的 我们佛祖 也肯定这件事 所以基本上是有关的 基本上是有关的 这一个是 应该这样说 是康有为 去越南这些书 看到这些东西 觉得是有前途 做一个这样的宗教是有前途的 因为其实已经有很多 把原来的 属于余教的论理道德 已经是宗教化了 成为了公共的 公共的资财 是我们中国传统宗教的公共的资财 大家都要为它尽力 一个这样的情况 这个就是 它最初 谈到 我们之所以 去建立 孔教的一个 一个理由 另外它面对 另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 所出现的 所谓教案的问题 大家看到 打鬼消输 当时有一个 因为 当我们在近代社会 出现了之后 我们和外国人 就签了很多条约 那个条约就是 什么呢 就是容许 基督宗教 在内地 传教 因为以前我们是不给的 我们是拒绝的 我们只是开放他们在 广州传教 但是 到了184年以后 五口通商 后来继续 我们开放 长江沿岸的港口 让他们进去的时候 大量的 基督宗教的 那些 那些 教士 就深入到内地 我们 对于基督宗教的 传教这件事 我们自己在历史上 我觉得是 令我们非常感动 因为 他们和我们不同 我们的 以前 我们的传统宗教 基本上是抱着 有社自然香的 是你来拜神 是你来礼佛 我是不会去你这儿去传 的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则 很有尊严 但是他们不同 他们最艰苦的地方都去 在四川 在大量山里面 有一个地方 大量山 今天也好像觉得 很荒谬的地方 有一个地方叫摩西 摩西是什么呢 就是基督宗教的 法国的传教士 是进到这个地方 去建立教堂 那个地方是没有名的 最后他改的地方 叫摩西 那你想想 他们可以去到这么深山 去做这件事 我们呢 我们的佛祠 道观在深山的时候 就是我们修行 为了我们修行去做的 我们不是为了全教 他们不是 他们为了全教 所以他们 变成了他们 深入了内地 影响很大 但问题是他们的观念 和我们的观念 有很大的问题 他们是一神教 基督教如果不是一神教 在中国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不介意在神台多的神 这个是我们的习惯 多一两个有什么所谓 拜多一下 拜多一下 但是他只要 要赶我们其他神到神台 这个是我们最难的 他是一神 他不单止要赶我们的神到神台 要赶我们的祖先到神台 是吧 这是很大的事情 因为这个完全冲击到 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因为我们是敬天法祖 祖先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会觉得 自己是同一个 一个传统的 连续在一起 因为我们的祖先就是在那里 所以这个对我们很重要 但是基督教 他们会觉得 你们这样是拜邪神 所以他们是不希望你们这样做 或者今天是不准你们这样做 所以跟传统的价值 发生很大的冲突 而且基督教跟我们不同的 另一方面 就是他会加入我们的生活中 即是他会 将他自己肯定的价值 去争取一些东西 比如说 当时他们肯定男女平等 但是传统的中国人 男人打老婆是很常的事 尤其是我们广东 我们打得很凶 以前 现在好很多 以前不知为什么 打得很凶 打得我们很多女人 是不决嫁的 自缩 所以我们广东出自缩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打得厉害 当你做了一个女儿 看着她妈妈 每天被她老爸打 他怎么会对婚姻 有任何的憧憬 他不会的 他就会 我不嫁了 但是基督教 他就会 叫那些被勾打的妇女 就来到我们教堂 我们教堂保护 他们的教士出面 就去那些家庭 跟那些族长 跟那些什么去说 你们不够打 打惯了那些人 就觉得你是干涉我内政 那当然 我们中国的做法 就是会组织更多人去打 有很大的冲击 就是他们组织很多人去烧教堂 去抢回我们那些被拐大的妇女 当时有这些事情 所以就出现了这些 所以打鬼小书 就是各地的教案 可以有各种原因 刚才我说的是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民间之间的原因 当然也有很多是官方的原因 因为他们这些教堂 有些要占据了某些城市的最高点 他们很喜欢这样做 但是对于中国的首将来说 他们觉得我们不可能被你占领最高点 因为我不知道你想怎样 为了我们守备的原因 我们不让你这样做 所以也有这样的冲突 所以各种原因的冲突 就成为教案 教案就是我们 跟他们之间的矛盾 产生了一些 伤害了他们的一些教堂 或者杀害了他们的一些教士 这些情况 这些情况发生了之后 这些教士 就会向他们自己的国家 去投诉 去法国投诉 去德国投诉 向美国投诉等等 他们这些投诉的使馆 就会被压力给清政府 清政府当时被外国人打破了 所以一旦有这样的情况 就要中国人让 所以这些教案的最后结果 往往是中国人让 造成了很大的不平等 所以在康有为来说 他觉得这些不应该继续下去 不应该继续下去 就需要一个面对他的方法 所以他提出以教自教 以教自教 他觉得要成立恐教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 可以令我们在中国 成立了一个 类似于罗马教庭的主席 这个罗马教庭 就代表我们中国人 当发生了教案之后 就不是我们两个政府的问题 就是两个宗教的问题 由我们孔教 衍圣公 就是孔子的后裔 做教主的一个这样的组织 派出一些教士 和他的教士结构 我们就不需要通过外交层面 我们只是从一个宗教层面 给此协调解决就可以了 某个角度说 这样是容易取得到一个 一个平等的关系 而不需要通过政府 这是当时的想法 当时的想法 所以为什么他很着急 要设立一个孔教 也有这样的原因 这个孔教是全国性的 他会有一个教庭上的 一个教庭的组织 那么这个教主 他当时想由衍圣公去负责 衍圣公是谁呢 衍圣公就是孔子的后裔 就是在曲埠里面 因为孔子后来被封王 所以变成了他的后代 都是有这样的地位 一个宫侯的地位 他就希望能够动员到衍圣公做这件事 衍圣公亦都无可无不可 反正他没有什么触 因为说真的 孔子的后裔和孔子有什么关系 除了血缘之外 没有的 我们历代的衍圣公 也没有什么特出的表现 他孔家仁愈 孔家仁愈 免是小 他提出天下了便切孔庙 要在天下便切孔庙 刚才我们已经说出了 他有很多所谓的尹嗣 他就希望能够把此人士 改成孔苗 因为孔教 或者是儒教 同于其他宗教 不同的地方 我们这么说 儒教的神是专而不亲 所以专而不亲 就是说你会知道孔子 但是你觉得 没有东西靠孔子 你病 可能会求华陀 你希望有好运 可能你求观音 求妈祖 他们都会有功能性 每一个神都有一个特长 但是孔子有什么特长 孔子专而不亲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说你求考试过 都不是求孔子 求文昌 孔子有什么用 而且以前拜孔子 不是好像现在 现在我们就叫做 落实了平民拜孔子 你要拜 我们找个地方 我们去鄰国 我们可以拜孔子 以前是不行的 平民百姓是不可以拜孔子的 比如说我们读书 入学的时候 你可以拜孔子 但是平时孔序是不开门的 孔序不是一个宗教机构 孔序是一个教育机构 各地都有学工 各地的通商大佛都有学工 但是学工是每次考试的时候 让学子去那里考试 你考试之前都可以拜孔子 每年官方的祭孔 你可以去学工去做 但是不是开放给平民 所以我们说孔子是专而不亲 但是康有为推广 平民可以拜孔子 平民可以拜孔子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跟孔子建立的关系 这是一个他所说的方法 这是潘虞的学工 不是 嘉庆的 新安的学工 最继续我们的学工 新安院的学工 但是这个学工已经没有了 这个学工 其实看这个学工也很有趣 我们看到他们 中间是大成殿 但是文武庙有文武庙 其实在传统的中国的城镇里面 最主要的庙一定是文武庙和学工 学工不是随时可以拜 但是文武庙可以随时拜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官衙文武庙 这些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城的基本结构 而且很重要的一个设置 一个设置就是文武庙 我们香港开佛都是文武庙 你看到这个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延续 这个是判鱼学工 今天是毛泽东同志的农民讲集所 这些都是有汇景的 其实当时是什么呢 当时新台之后 这些地方全部收归国有 收归国有之后 他们用来做什么呢 有些地方继续做为学工 但是有些地方就开放了 当时这个地方是开放了 开放了就变成了一个 这个农民运动讲集所 就是民国的时候 毛泽东曾经在这里 去进行农民运动的教育 所以这是毛泽东起家的地方 在我们说一百日为生 他曾经赏书康熙皇帝 要做刚才我所说的那些事 但是那一百日做不到就逃脱了 逃脱了 应该这么说一二十年在国外去奔波 基本上在内地的恐教就建立不了 但是在海外的恐教就建立了 因为他一直在海外在盘船 所以无论在日本 在东南亚 在美国和香港 恐教都建立起来 反而在内地是没有的 当时内地是没有的 所以1913年 即是说新台革命之后 康有为就回国 回国他就推动一样东西 就要将恐教成为国教 他也讨论到恐教这个宗教 他的特点 或者他的价值在哪里 他说 古文明国 好像埃及巴比伦 亚述 希腊 印度 或分而不能合 或寡而不能众 小而不能大 或皆国亡而肿 亦灭 亦有 其有万里之港土 四万万之众民 以前于今日者 唯有不中国 首先 他说到 世界上有很多文明古国 这些文明古国都纷纷落马 当时 比如印度 印度现在很存在 但当时的印度 其实 全部是殖民地 英国人已经全部殖民在印度 所以基本上 印度作为一个独立国 已经存在 但文明古国 只有中国存在 但他说 为什么是这样 佳赖恐教之大而结合之 用意深入于人心 就是因为恐教 或者孔子的教育 深入了中国人的人心 恐教和中国结合了二千年 人心风俗混合为一 如晶体 好像结晶体 结晶体是最坚固的一个组合 在当年的文明年代 故中国不叛然而瓦解也 若无恐教之大而 俗化之固结 各为他俗所变 他教所分 得中国亡移 所以恐教对中国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使用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可以结成一个晶体 建成一个晶体 很硬正 很硬正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 一个 无恐教 即无中国 这个这样的说法 这个这样的说法 所以它甚至这样说 它说 我们中国能够有 港土众文 隔于万国 实以恐教之故 所以 为中国立国计 即恐教非用特产 亦当尊重之 所以 就算是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 就算恐教不是我们中国的特产 我们都应该制造一个恐教出来 去尊重它 因为它对中国有意义 其实这个就是它要创教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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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法 但是 跟这个讨论我们看得到 整个 恐教 虽然它 跟我们三千年的 遇学 是有关系的 但是它是一个年轻的宗教 它是由康有为 这个年代 是我们八日为生之后 慢慢逐步创出来的 一个新兴宗教 一个新兴宗教 那么香港的情况是怎样呢 香港为何会接受恐教呢 这个亦都跟香港的实际情况有关 所以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 就是香港民间的余教信仰 首先 我们香港 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 我们的私属教育的发展 亦都很早 最早 我们可以追索到宋朝 那个感田的历营诗院 到了清代 我们新界 有学属五十多所 分布在 元朗 上水 大埔 粉岭 和沙头角 这些地方 有很多学属在 这些私属 基本上是以方言教学的 这个是私属教学的特色 各地的私属 是用各地的方言 客家的私属用客家画 潮州的私属用潮州画 港府是少用港府画的 所以大家 所以 讀圣书是说不定 聊在一起 会打架 大家的画都不一样 那 属诗也是受采 或者是应考受采不提的同生 读书都读了很多年 但是 未必一定 考到做官的人 我们看到图片 这个是沙头角 下王赫的 镜容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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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疲育了四名秀才 所以都是出人才的地方 他现在还在书屋里面 敬奉了孔子的绘长 智姓先师 每一代入属的学生都要拜孔子 首先这个是必然要做的 所以他一定要有孔子像 香港人也积极地参加历朝的科举 以高众为傲 所以在我们的宗祠、书室、家属里面 都会将他们的子弟 得众功名的贬额放在那裡 目前保存有超过一百面 香港目前我们看到的 不算是众举 起碼是受采 但是我们真正的 很高的科举的成就不大 我们没有出过状元 也没有绑眼淡花 也没有做过 反正电视就不用想 我们有一个进士 是康熙二十四年 第六十八名 就是这个牌匾 有这个进士牌匾 我们从康熙到同志两百年间 产生了一名进士 二十名文武举人 一百名共生 一百五十名左右的生员 这个是我们的学术成就 没办法 当时我们属于什么呢 我们属于边皮地带 因为我们国家那时候 以内陆为重心 辐射到我们海边 变成了我们海边 属于边皮 后来近代之后就改过来 近代之后就以海边为中心 沿海对内地 所以现在我们的概念是不一样 但是当时的概念就是这样 1840年我们开埠 但是从开埠到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传统的信仰对我们香港人的思想行为 还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1854年 香港政府通过所谓的教育委员会的改革建议 将资助学属收归政府直接办理 因为以前英国人来到香港的时候 他基本上对中国人的传统生活 他给予尊重 就没有动 没有动 所以当时香港的教育 基本上都是用私属 私属教育为主 但是香港政府有资助这些私属 但是1854年 香港政府终于忍不住 你们这些私属教育的东西 所以就改革 改革 改革 改革叫做皇家书馆 就是开始用一个西方教育的形式去做 但是 这些招生就出现了困难 新式的教育招不了生 招不了生的原因 就因为 他们为什么父母不喜欢 这些子对这些学属去就读呢 就是因为里面是中读耶稣经书 他们的学校当然是要讲耶稣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今天也是这样的 这个是他们不喜欢的 因为 讲耶稣 可能对祂祖先有问题 我也要讲这些 另外 他说管内不设文昌 就是不能拜文昌 但是 当时香港人的传统观念 我们就读书做官 拜文昌 其实对于我们做官是有好处的 读书就是为了做官 不是为了其他东西 所以这个成果 也都 传统上我们是不接受这件事情 所以最初的时候 这些部分都招不了生 当然 这是一个短时期的效应 因为慢慢随着香港的发展 其实就慢慢招到生 但是现在反映到 香港人早期的 对于传统这些 这些价值 或者传统的学术方式 各种接受程度 这里是文武庙 这个就是香港开埠 这个文武庙 基本上也是 香港早期自治的一个象征 因为 根据最早期的香港法律 我们中国人的事情 就是在这里自己解决 但是这个也不是维持得很久 但是这个是说明 我们香港也是有文武庙 也是最初的权力机构 在1881年的时候 香港政府做过一个统计 就是当时的华人的信仰 华人的信仰 在这个信仰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就好了 我们 华人信仰什么为主 余教 四万多人 在维多利亚城 是信仰余教 信仰 因为 这个可能是当时 他们怎么将余教这个概念 去各问 我们不知道 佛教和道教 其实在近现代社会 我们中国人 真正知道自己是佛教徒 或者道教徒 是比较难的 我们上一辈 基本上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是佛教徒 就是道教徒 大部分人 你问他们 信了什么 我拜神 我葬香 那 你信了什么教徒 但是我们这一辈 可能会更清晰 我们是道教徒 我们是佛教徒 开始清晰 这和解放后的情况有关 解放后的国家 将道教和佛教 都分到不同的协会去管理 有道教协会 有佛教协会 我们香港也成立了佛教联合会 和道教联合会 这慢慢使我们分析了 我们所谓宗教的理念 但是 早期的人真的不知道 但是 余教他们清楚的话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我们 孔子的教导 你遵不遵仇 那你就余教 可能是这样的形式 将他归纳于余教 但是当时 智觉自己是余教 真的有比较多的人 在维多利亚城是四万多 在乡村是三千多 维多利亚城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 中环这一带 就是维多利亚城 在1911年 开佛了五十多年后 当时 政府再做一个信仰统计的时候 余教的信仰者 即是信仰孔夫子 即是信仰孔夫子 二十几万 女性是九万多 也是为主的 看到佛教徒当时多了 一千二百一十人 女性一千七百二十四人 道教徒就比较少 其实我不是很确定 究竟他懂不懂什么叫道教 因为我估计 道教是多的 但是道教和余教 可能混了起来 可能混了起来 反正大家都不知道 自己信什么教 那就无所谓 只要我们知道自己不信天主教 不信伊斯兰教 就知道 这个我觉得是对的 因为他自觉自己信伊斯兰教 宗教概念就很强 但无论如何 早期的香港人 香港的华人 他觉得自己是孔子的信徒 这个概念是比较重的 就是说大家自己觉得 孔教对我们影响很大 或者余教对我们影响很大 这个概念是有一些 正是有这样的基础 这个基础是来源于香港 作为中国领土的一个历史事实 使得在那个时候 来源于内地 因为我们如果是维多利亚城的中国人 基本上是来源于内地的 是内地过来 香港本来是一个小岛 所以这班人是在内地来香港做生意 然后才在香港定居 他们自觉自己是一个恐教 或者是余教的信徒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也是可以解释到 早期的香港 其实恐教的影响力 是比其他宗教厉害 因为今天我们已经觉得 至少我们传统三大宗教 恐教对于我们的直接影响是小的 但是在当年的 在这里生活的中国人 是会觉得恐教的影响是最大的 所以又是跟我们现在的概念是不一样 所以又是跟我们现在的概念是不一样 香港恐教是怎样的兴起呢 香港恐教的兴起 应该说 跟我们所谓的新香言的兴起是有关系的 香言 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 香港也有香言 其实有香言 香港的香言 跟传统的香言是有不同的 传统的香言是作为 我们同一个政治体系里面的 为他们自己家族 或者自己乡村发声的人 但是香港的新香言 基本上它是代表华人 代表华人 因为他们利用自己 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力 而这种影响力的来源 其实跟传统的那种形式 是有相似的地方 有相似的地方 他们可能掌握了一些经济 或者他们为这个华人社会 做了很多好事等等 使得他们有社会地位 然后他们可以代表华人 跟英国政府 或者港英政府 去负责一些事情 这个就是所谓的新香言 这个新香言 最早的时候 英国人都已经杀了一套 因为英国人的统治形式 都是这样的 他不会直接统治 最早的时候 他都通过一个间接的统治 比如说他容许文武庙 作为香港的 华人的一个管治机构 后来他取消了之后 他就成立了华人政务师 华人政务师 其实他是通过了一些 我们香港的一些 华人组织 包括东下三院 去进行管治 所以他基本上 是有一个 这样的待遇 即是说他不会直接 去插手 你的华人事务 他是希望通过 你华人自己的 一些头头 他拿着自己的头头 然后才实行他的管治 所以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最早这些头头 应该说是传统的乡言 这些传统的乡言 就是可能来自于中国大陆 他们就来到香港做生意 做成功了 但是这些人的一个特色 就是他们是没有 没有一个西式教育的背景 即是说他们和英国人的沟通的时候 他不能够完全掌握 英国人的一些看法 或者是能够用英国人 能够了解的方式 去反映我们华人社会的要求 所以之间是有隔阂 但是去到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 就由香港殖民政府 在1860年之后 所定立的一个西式教制度下 去培养的新一代的社会精英 就陆续成熟了 他们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崗位 发挥作用 这批人比如说 五庭坊 何启 这些人 这些人虽然是华人社会的精英 华人社会的精英 但是他们很熟悉西方的东西 因为他们根本是西方培养出来的 而且比如说一些人 无论是五庭坊 何启 都有西方在外国学习的经验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使他们能够跟西方人沟通 这班人我们叫做新香烟 这班人叫做新香烟 但是这班人的特点 除了他们学习西学之外 但是他们的传统学问也很高 无论是五庭坊 何启 何启 刘柱伯 既能够接触中国一些传统的价值 另一方面也可以跟西方人沟通 出现了这班人 这班人 其实他们最能够跟康有为这班人沟通 因为康有为他们是面向西方的中国人 他们就希望在中国能够实践一些所谓推进现代化的工作 我们香港这班西方这班香烟 本身现在也熟悉西方 也长期跟西方人打交道 他们知道西方的价值在哪里 还有他们会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很多他们自己的意见 例如何启 胡启恒 他们曾经写的本书是《新政真传》 其实这是中国改良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著作 这个著作里面是运用了他们所熟知的西方政制的经验 向中国政府提出他们的改革措施 我们中国的乡言或华人对国家的关心一直都是这样 一直都是这样 都很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实际的经验 实际的知识去推进中国的政治的发展 使中国能够走向凡名富强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联系 当然他们也很接受当时中国的一些变化 Zither Harp 山峰清白灰 天下落花碎流水 如果擦拭曾经有你热情换我的眼泪 原来很多白褪 被羡慕的人啊 金融月只被砸碎 做一场酬醉 抽签的玫瑰 做生香海的余味 猜错误这答案 算了满地